我是沒證據啦 我是自從我的槍擊案發現 是民進黨叫人來的 陳明文違法接見 幫寶和會 中文治後面的金主 余天領二十幾個立委 幫寶和會的金主直接開脫 你打陳明文 點獄長 你打中文治 你打余天 什麼噁心的結構啊 這群人知噁心的結構 直播是最大 你沒有證據 都可以亂講 指控任何一個人 誰開了槍 誰指使誰 是可以這樣子嗎 人生了 胡說八道 館長轟名進黨黑道噁心 余天回頭腦不好 胡說八道 我中了兩槍 希望大家 如果這次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什麼精神啊 沒證據就開地圖炮的精神嗎 話說2020年8月底 館長陳志翰在自家健身房外上車 徒遭歹徒連開三槍 館長中彈哀嚎開直播 案發8分鐘後 槍手帶著凶器去自首投案 警方掃蕩寶和惠一口氣逮捕多名幹部依殺人罪起訴 館長在3年後的8月16號扶植心靈突然決定自己辦案自己結案 但我是沒證據啦 我是自從我的槍擊案發現 是民進黨叫人來的 不是大家幫我們也有辦法處理好 是我竟然認定就民進黨開了槍 陳明文違法接見幫寶和惠 中文字後面的金主 余天領二十幾個立委 幫寶和惠的金主直接開脫 什麼噁心的結構啊 這群人之噁心的結構 民進黨跟寶和惠就像麻雞罵巴滴巴滴 余天莫名被館長點名波及啊 三立娛樂新聞稍早獨家電訪他的回應 連續講了三次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這樣胡說八道 敲心還不錯啊 怎麼會這樣胡說八道 對啊 余天上過館長的節目 怎麼這樣 希望支持一下我們余天宇大哥 因為他真的是很親臉 我什麼時候改脫 保護課會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直播也好 不管怎樣 你不要亂點名這樣指責 你有沒有什麼證據 對不對 稍晚余天又現身青上火線教訓完備 民進黨現在已經表示要提告啦 那 民進黨提告的話 我個人就不用啦 環傘有時候你討論比較好 淡拔 別用力 用力啦 老實講我跟他交情其實也還蠻可以的 浪費了以前的交情 三里娛樂新聞 究竟是作風啊 報導 罷了 你說的 你說的 你 猶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